8月迪丽热巴洋洋,9月洋子肖战,值得期待的还有哪些剧? 由洋洋迪丽热巴主演,金晨友情出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开播多日,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5亿佳,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 作为拥有航天梦想的于途与大明星乔晶晶组成的CP,出发点就抓住了观众的心理,郎才女貌一点都不为过,简直就是偶像剧的标配。 再加上两个都是娱乐圈的顶流明星,播放量破15亿也在意料之中,加上金晨饰演的夏晴,更加衬托于图跟乔晶晶的CP感。 同样作为偶像剧,杨子肖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已经定档9月8号,作为娱乐圈小花,杨子同兴出道,有家有儿女相秘沉沉浸如霜,欢乐送以及亲爱的热爱的等多部经典作品战绩。 再加上杨子本身性格爽朗,跟男明星相处容易处成哥们,自然没有什么绯闻,而且也不根据中男主炒CP,除了演戏就是参加综艺节目。 凭借这一点圈了不少粉丝,杨子是典型的情伤高的那一种人,在综艺蒙探探案中,因为杨子欺骗纳英,所以纳英把个人情绪带入到节目当初,处处刁难杨子,导致杨子粉丝不满。 为了安抚粉丝杨子亲自下场替纳英解围,表示纳英只是不会玩而已,要跟纳英一起组队给足纳英面子。 迪丽热巴最大的优势就是尝了一张抑郁风情的美人脸,被家行传媒签下之后,得到扬秘的力捧,一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让热巴成功出圈。 之后又常驻综艺极限挑战,爽朗的性格,自带综艺效果,更是圈粉无数,这一切自然离不开杨幂的支持。 记得在2018年时,迪丽热巴凭借漂亮的李慧珍拿到精英电视节,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和最巨人气奖,着实有些讽刺,把演技派严妮比了下去,被称为水后。 如今的迪丽热巴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女主,至于后续发展如何还要靠迪丽热巴自己的努力? 字幕志愿者 李慧珍